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小鎮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流行歌的吹奏技巧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痴心絕對這首歌 作曲跟作詞其實是不一樣的 作曲它是有音高 然後作詞可能就因為有咬字的關係 一聲二聲三聲四聲 然後我們注音還有安安還有押韻這個關係 所以造成我們在演奏上的感覺 其實是有差的 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它只是一個音是都而已 那我們如果放上你或者是他或者是我 所以你我他這三個字放在歌詞裡面 它吹奏出來的感覺可能就不一樣 你是三針 他是有個比較重的舌頭在上面 所以其實韻味上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下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進入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要先來思考一個就是說 這些符號呢 我要如果要標上在我的譜上面怎麼標 那其實傳統的小朋友或者是 國外的小朋友在國外長大的小朋友 他們當場買的一首歌 他們的譜書版的時候如果做的比較仔細的話 他都會標上很多的咬字的這種符號 就是音樂的我們講的叫做音樂的表情的符號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認識幾個符號 第一個符號呢是這個 這個在音符上呢叫做斷咒 那這個斷咒呢其實要標在 前譜上其實還蠻困難的 這個標上去的 到底是高音收呢還是 斷咒的收 那我們要標的時候後來我其實思考很久 掙扎了很久 那乾脆呢我就用一個很小的這個 圈圈的符號呢 就代表這個斷咒的音符 那下一個呢這個呢叫做 重音 所謂重音就是這個字咬的比較重 那我們在咬字上 我們在舌頭模仿這個咬字的時候 那個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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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會咬字比較重 但這個重音這個符號在前譜上 比較沒有爭論的 因為這個把這個符號寫在上面 其實就很簡單 OK好 那過來呢這個 我們在運舌的時候這個聲音是需要疊滿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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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所以它有個下滑音 就是下滑音的這個動作 一個按字 我會把它寫在上面 好啦 你先想一下這個字喔 一個字比較短 一個咬字比較重 所以這兩個收不是 它是 然後加上了 這個鈴 這個鈴有往上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加上了前半音 加上了一個隱音 好 那往下呢 這個呢 感覺 跟咪手 這個感覺這個還是有下滑的這個動作 OK 這個是沒有的喔 OK 找有人陪的你 這個字啊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念的比較精準的話 有人陪的你 就是你會發現這個在 到上面這個字呢 它咬字是比較重的 那在五線譜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這個字 我們看到這個符號呢 我們會怎麼吹 嘟 嘟 OK 所以線的這個頭呢 要點射 然後這個都呢 單讀出來的字 這個字也比較重 那我現在吹一次 沒有這個紅色的這個符號 加上了這個咬字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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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它聽起來像這個感覺 下一個字呢 這個 還有一個 上來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加上了一個 一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聽起來就會比較單調 所以 加上前面兩個收鳴 然後加上那一整句 整個聽起來比較活潑 下一個呢 你喝他 你仔細聽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前面兩個字比較短 第三個字比較重 所以這個C C 不是喔 所以加上前面兩個 C C C 所以這兩個字是比較短的 第三個字是比較重 面前 面前 也是跟上面那個一樣 所以我這就不示範 好了 那這個 這個收呢 跟上面這個也是一樣的 好了 那上一來這個呢 這個符號 比較特殊 你仔細聽喔 你可以放得慢 你仔細聽喔 所以他 他 他也會先上去再下來 這個符號呢 在 中文在翻譯的時候 這個符號 中文要翻譯叫做 波音 英文的術語叫做 Morden Morden OK 你如果找到那個 英文的教材呢 他會寫Morden的上面 然後我們中文也翻譯叫破音 那這個MINE呢 只要出現了這個波浪 就像一個波浪 往上再往下 MI FA MI MI FA MI ME 所以如果我現在如果是沒有紅色這個字的 紅色這個符號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波音這個動作 然後加上波音這個動作 然後加上波音這個動作 所以加快前面的再加上前面這個動作 OK 就這樣 然後 Feliz 然後往下呢 A Li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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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타로弗 개 這個字呢 他咬的比較重 那如果呢 這個符號畫上去的時候代表我要點sue 但是我要能點滿 那你如果沒有點的話會像這個 撐這個字呢它咬的比較重 所以我在上面畫了一個符號 如果沒有的話呢 沒有紅色這個 就聽起來只是按過去了 好 也是一樣它有一個拉薩來的咬字 所以我們再加上它前半音 所以全部加起來這個紅色 它就聽起來比較 有趣一些 好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游行歌的演奏技巧 其實它就是模仿我們唱歌的樣子 它會讓我們在吹奏上會有很多種變化 這些的符號 演奏符號 表情符號 是有一定的答案嗎 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 中文呢 這個音都是一樣的音 但是中文改成英文或改成日文 聽起來的感覺就不一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它的那個韻味 咬字的韻味其實是跟我們國字是不太一樣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就先分享這次好 那你如果喜歡我影片呢 幫我按個讚 有任何的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現在有線上視訊課程囉 對遠距離的同學們 或者是課程是否適合我呢 你可以在線上 預約一次線上課程喔 還有大陸地區的朋友 也有微信的帳號囉